尊敬的观众朋友们 春天的风轻轻吹过 带来了万物复苏的气息 在这个生机盎然的季节里 我们迎来了一个特殊的节日 清明节 今天我们要讲述的是一个 与清明节紧密相连的历史人物 戒子推 他的故事不仅是清明节的由来之一 更是中华民族忠诚与牺牲精神的典范 一 戒子推的忠诚 在春秋战国的昏万年 晋国公子崇尔因宫廷斗争被迫流亡 在那段颠沛流离的日子里 他的忠诚臣子戒子推 成为了他最坚实的支持者 当崇尔饥饿难耐时 是戒子推割下自己的肉 煮汤就煮 这一行为成为了千古流传的忠诚家话 二 晋文公的即位与遗忘 历经十九年的坎坷 崇尔终于回到晋国 即位为晋文公 他大赏功臣 却忘记了那位为他割肉的戒子推 戒子推没有怨言 他选择了隐居 远离了城市的纷扰 但他的忠诚与牺牲 却永远镌刻在了历史的长河中 三 火烧棉山的悲剧 晋文公得知真相 悔恨交加 他亲自带人前往棉山寻找戒子推 却始终不见其踪影 为了逼出戒子推 晋文公下令放火烧山 然而这场大火却带来了悲剧 戒子推与母亲相拥 而死在一棵老柳树下 晋文公悲痛欲绝 他在装练戒子推时 发现了戒子推留下的血书 割肉奉君静担心 但愿主公常清明 这血书不仅是戒子推 对晋文公的忠诚告白 也是他对国家和民族的深情寄托 四 清明节的由来语意 意为了纪念戒子推的忠诚与牺牲 晋文公下令将这一天定为韩世节 后一天定为清明节 清明节因此成为了我们 缅怀仙人 传承忠诚精神的时刻 在这个节日里 我们不仅要扫墓祭祖 更要铭记那些为国家 为民族做出牺牲的英雄们 他们的精神如同春天的风 温暖而充满力量 激励着我们前行 五 清明节的习俗 清明节的习俗丰富多彩 我们扫墓祭祖 表达对仙人的敬仰和怀念 我们踏青郊游 感受春天的气息和生命的活力 我们放风筝 寄托对未来的希望和梦想 每一项习俗都蕴含着 深厚的文化内涵和历史传承 戒子推的故事 是清明节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不仅仅是一个历史传说 更是一种精神的传承 在这个清明节 让我们一起缅怀那些 为国家 为民族 做出牺牲的英雄们 他们的精神 将永远激励着我们 不忘初心 继续前进 让我们珍惜生活 感恩先辈 共同创造一个 更加美好的未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